字幕吉他不斷 Hello, 星期二, 4 點瘋子才經 我們今天除了教主之外, 有Jason 大家好 我們全部大口, 不是我病, 不是Jason 病 是這位 我沒有病 你沒有病, 你喉嚨痛 喉嚨痛不算病 我看到你的眼睛有點浮浮,辛苦 辛苦而已,辛苦也繼續在這裏真是好 沒辦法啦 不呀,我們怕我不想放假病 明天放假,穩定一點好 放過一天病就算了 放假拿來睡不好了 大宅安全一點 當然,大宅安全一點 好了,至於我們看看指數 今天跌一跌上去19,300 哇,真是一個煙化,稍順即逝 然後慢慢縮回升幅 最終埋單應該有機會跌 但是試了一個比較明顯的阻力 可能19,300 然後就不想走 我想觀望氣氛很濃 始終有花巴騰順的業績 這麼大兩隻大業績 你根本就不知會是好消息出貨 還是會繼續爆上去 那樣的 那現在你想去沽那個市數呢 又感覺又怕被它夾 是 那究竟是不是 或者這麼說 之前拿的貨是否應該先吃一吃呢 其實很多人之前拿貨 17,000我忍住 18,000我都忍住 18,500那幾棍下來 都沒有人忍住 其實現在的人應該不夠貨 應該都脫掉不死 是啊 其實你之前罵的騰訊 爸爸什麼鬼都好 其實你全部都走了 都是 當然你千年蟹貨也沒有計 那些沒有說 那些沒有說 你四百多元沒有也好說 但是這次罵的那些 我一個月沒有上來 那些錢多了三千多點上來 你是一個星期升一千 你很難那些人還有獲利貨都還沒走 除非又打暈了我 剛剛睡了一個月醫院 看不到 如果不是你不要妨礙我孤了 都是 其實現在你變成那些人是不夠貨 反而這一刻就 那所以其實你 當然了 散戶越沽又越升 我自己越沽都是越升的 那升到這個位置 開始大家 求跌了 好實說 其實是求跌的 求回的 那就算你說 那些紅症都好 其實你一路上來 一路 一路收足你三個禮拜 你今天開始 那些紅症 反而是少於那些牛仔 那其實今天開始有少了休息 那我覺得就 有沒有機會休息呢 其實大家都說是休息的 誰敢說是急跌下去的 那靠你們看過多少 那我就 雜母馬步 今次18,500 那些人就會開始又流回了 嘩 那其實算高 如果18,500 又流回 甚至乎 不要想著有些很便宜的位置 讓你上車 是嗎 relatively 你比較起前兩年那些二萬幾點 現在都算便宜的 但是問題是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急速 你比起一個多月前 當然是沒有便宜過 70度隔上升 好誇張 好誇張 其實你下一個升就升到來不順 夾湯夾到去爆 真的好誇張 因為跌的時候 都可以跌到很誇張 是啊 就是跌的 港官怎會誤回 是不是 那些貨 那些什麼呢 因為我們慣性 被市已經是觸失了很多次 大家已經不相信 是 騙了太多次 17,000那一刻 好誇張 那些人忍到 17,000二破 哇正啊 18,000 18,000 你真的忍不到 因為那裏是連升十天 你對回兩天 是啊 那你沒理由不行 那一刻你又 有這麼大段的幅度 所以那一刻你再夾上來 基本上那些人是把那些貨 貨底可能有些 941 那些人就走過那些941 那些939 那些就掉了 是啊 但是現在那一刻 大家是不貨就說不夠貨 這個月 大家是一號是沽的 就是你買貨的人 我自己來說就不落散估計 那我想問呢 那現在我們下一步 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是不夠貨的了 好明顯很多人都是不夠貨的了 那 就是證務教大家 就是調 你就是追 試一試 再交一些貨 那樣 但是不知道它調到多深 那現在這樣叫做 原來一上到193 下回199已經叫調了 哈哈 那我不知道 火火價之後呢 那你有700 有這個阿里巴巴 是不知道什麼環境的 是啊 那今天就好 那要告訴自己 你要執行你的discipline 就是可能 可能 如果兩隻出完的業績 倒下來 那應該是給你一個機會 你加貨 但是到時你又不要害怕 又害怕 到時你又可能 死了 見頂 193是頂 最頭痛的是 193 即是193 藝人的193 ERROR 現在都是193 193這角度是頂位 還是調整位 是的 好可怕是掉下來 鬼知嗎 大家都是 你落到業績到底幾多 幾時應該要賣 這個 我自己就等 一萬八千五最少 將我的旗子倉平一點 就是不用被人夾到 夾到飛起 吐血那些 平一些 接著在這些位置 再收拾一些貨 收拾一些貨 當然你不會 有一口個 放進去 大家都是 都是慢慢收拾的 現在是反而 我覺得那些省戶 是不夠貨為主 變了是便宜的貨物 在那邊追著漏後 就是玩一些便宜 不過那些車便宜 但總是 那幾輛是不炒不炒的 那一輛是不炒不炒的 其他車肯炒 大家就炒了其他車 二傳三那些 瘋了 175 二傳三 那些 那些 這就是 瘋了 175也破位 這一類 總之避開 出不上個星期 那隻極黑在美國上 又不懂得破位 今天才破 今天才破 真是過癮 真是蠻 真是蠻 真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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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通常會遲不人事 中國人事都遲有 我自己都有炒 炒也走 發發發發 我想說 你別想 你真的 我剛剛說 還說了 說一說 175 去叫 極黑 那麼帥 上個星期應該有壺食 吃不到 今個星期 今天才來 真是賤價的升得 是這樣的 不是容易賺這些錢 但是容易賺那些的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朋友之前炒很多 之前炒一些中特股的 如果你炒個Call 炒個牛 其實你已經很肥仔了 然後你七零零 九九八八未出業之前炒到Blang Blang 你都已經很肥仔 3690你肯追你都很肥仔 你要肯吵3690 是 反覆都是向上 其實都是挺肥仔的 我覺得雖然散戶沒有買九個 但是我聽到是看留言都不少朋友仔 是賺不少的這一期 真的賺不少 都是開心 happy 你出到街見他們 正路的 升了三千多點 沒有理由 你撿不完三千點 最後一千點你都撿到八百 是呀 連你悶到爆的匯豐 你也有得撿的 是呀 要扣到拖位的 十幾年那個位 十幾年那個位 你沒想到六十九七十 匯豐啊 真的行的 又真的行的 即是你會想 連這些 我今天打港鐵 真的見到有些阿伯在這裏 就是那個 是 匯豐 你想想 可能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坐了多久 還是怎樣 是應該笑的 看著那些面子 你見到他們是開心的 不是 你跟阿伯說 即是股票的事 虛質來實質去的 你不沽 你不沽 叫他沽嗎 你不沽 你不沽 阿伯也是這樣看著的 哎呀 上次七十元 沒有沽 現在只剩六十元 我不知道究竟他有什麼位置 總之我看見他 那個面容不錯 有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都很開心 最少大家的倉 你就算不做事 都高一點 是呀 帥了很多的 老人家 其實買什麼 老人家 三八八 匯豐 九四一 老人家 現在當然是弄回 四十幾歲 熬湯 還在炒股票 可能他炒得厲害 就是給旁邊的那個 買金器 龍鳳鴉 那些 對不對 可能都是他厲害 炒回來的 或者是一路坐上來的 老老實實 都會有機會的 對 沒錯 這麼厲害 你就不要開亂名戶口 你不要理 或者他這些都是面那一陣 阿伯很有錢 所以堅持住公屋 所以 我覺得 這期大家要努力做多些功課 因為 我覺得 比較容易賺錢的時候 你 就是 現在一定要扔短 扔短 一定要扔短 升了三千幾點 不要長線 一定要扔短 到現在這一刻 阿里巴巴和騰訊 如果一見光寫 買回 我也是這樣 一見光寫 一對一對 就要買回 你不是很多人 買回頭 氣氛還是強的 沒錯 對不對 你莫問上面 一萬九千 是否一炮上兩萬點 還是中間要停 哪個位置 你不要管 總之一回一下去 我想很多人會買上去 你就要跟車買上去 尤其是看著 騰訊阿里巴巴 你有沒有說哪一隻 可能 勝算再高一點 就是已經兩隻扔短 上高位 其實巴巴巴 就之前最多 就是 散戶走得掉 就是騰訊 騰訊 騰訊就最多 是走得掉 贏錢走 但是巴巴其實 這段期間 有沒有人很多贏錢呢 有贏 但是不會贏得多 因為他那幾棍很快 是 那棍一扔上來 前天之後 那棍扔得這麼快 那棍扔得這麼快 你舊那批 你九十幾買下 還沒走得掉 新的那批 其實你隨時又被人扔走 但是這隻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是容易些落後的 要是按Cash 那 你現在大家低期望 就知道沒有希望 就是你盈利 倒退4% 那你很容易達標 那你現在就是 大家為什麼這陣子炒得這麼厲害 就是開始大家有幻想力 之前你說不分拆 因為市況不好 現在市況好 對 萬六萬九會 又多一些東西 大家幻想一下 有幻想就行了 那現在就是 大家要有幻想力 那這段好事 那時候 你彈這三千幾點 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但是好像就是 美股 之前就說 東升西降 美股的錢擠過來 其中一個元素 但是 美股連升幾天了 是呀 連升六七天 我們都還能頂到 那一刻 那一刻 想著港股 一萬八千五個 那一刻想著都回 不會 再且 基本上那些人 那些貨是一路 一路 一路走走 那所以這一段 這些都是 大家都是等等 再賣回來 其實現在大家 儲了子彈 儲了子彈 一下來 大家就會瘋了 我自己覺得阿里巴巴 像你所說 由於這個 預期比較低 你叫收入低 單位數增長 然後你說那個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應該是 預目以外倒退的 但是 只要他的電商做好些 然後告訴你 1加6加N 那個6 其他一隻 有機會 很大機會 今年下半年 就拆得出來 我今早跟老爺說 做節目 你要拿高一點 帥哥的估值 你媽媽的估值 可能是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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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你應該要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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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有壞實的 大家吃 一邊享受 到現在開始有點痛 真是這樣 本來賺了 其實可以賺過一球 是這樣 saray-10 no 開始大家是有點 非常痛 ricsson dele B 不再職挽大 有一點不對我不說 其中一球 現在只需要收到 30 他要追回七十萬 現在是這樣 如果沒有70元,你下回70元,那些人都會充 我也覺得是 所以一跌一跌,如果業績出了一跌到80元,你都會買回來 所以我理解,龍南索羅斯的帖文說是燥底,沒有貨 即是M度那些外套,我也是很理解的 說真的,你看圖,你就說知道萬六怎麼買,股市有組織,就個個李嘉誠 最重要是我們上一次頭肩底,即是17,200臨彈那次,就回到萬六 那一刻基本上是營造之前那一段是營造頭肩底彈 一下子回到萬六,大家已經心灰了 那一刻臨起步前,又是先對你的,先對為敬 那時候還以為破壞了整個反彈浪 誰知原來告訴你,現在回看的時候 我是急速做個右肩給你,傻知 右肩來的,雙肌,雙肌,雙肌,很冷靜 然後就扯了上去穿頸線上,這樣 圖的東西,他畫給你跟著 對,我們也是後知後果 那你要那一刻醒覺,我正在做個肩給你 shoulder,這個不是穿的,不是穿 不是我的股肩 你想想,之前賺下去萬六那一刻 放飛彈 全世界都看到萬四 對,你怎知道會猜到三千點 所以猜這些,沒有關係 不是的,我那時候說是假穿的,有機會 後來他站上來,我說有機會假穿的 真的 那天我也有推牛仔 兩隻牛仔 幸好那天就沒事了 因為我是遇到萬六首都 但是沒有遇過去萬九的 如果遇到萬九,我還想坐在那裡 我已經去歐遊了 是啊,去旅行了 我也是這樣說 差不多20倍 跨的,這一期是相當誇張的 不過就看看自己之後的持貨 那個定力 應該看看今年之後是否還那麼醜 其實你這個 這一個月裡面很厲害 這三十個月裡面 但是之後還行不行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緊要 因為這段時間我就說真的急 如果你說計算上次 我自己計算上次 通關那次 都是頭肩底反彈 其實那次的高位 如果頭肩底應該是兩萬兩千一目標的 那他去到兩萬兩千七 突破多一點點 然後就知道了 但是這次 會不會就是頭肩底完了又知道呢 那這個其實 大家都是一個月後再講 再講一講就不知道 但是現在回心一點就再來過 就是等回 等回 你說這些位置 你會手行買一些 你不會大手追貨的 是 沒錯 那不要緊要的 我自己覺得 由於成交都仍然有的話 就沒有那麼快 立即說 那就完了 193見完 就算了 還有得行多一點點 我也覺得 還有得行多一點的 剛剛才看到一個黃金交叉 就是二十天線 升穿二百五十天線 這個已經是非常好的現象 當然了 二十幾個加熱 二十天升到慢慢 升到那麼急 其實現在那條五十天線都在咬上去 嘩 如果五十天線升到二十天 不是五十天線就有黃金交叉 那就帥仔了 這些終極黃金交叉 即是 你可能說 遲啦 那時候兩萬 但也叫做confirm 哈 真是 像 是牛市 是不是 現在你叫做這個 是不是牛市 嗯 大家都會技術牛 即像有些 是啦 技術上即像像些 但如果有更 我見到今天也有些大行都說 嘿 比中資股拒了那麼多次 等多一會 如果真是真的 你兩萬點都不怕買 那這個想想又是事實 是吧 總之你怎樣想都行 你怎樣想都行 你定了這樣 你就有discipline 是啦 你說偶不理了 這下可能是非的 沒有人知道的 突然一個消息 中美打架 這樣對回到萬八 萬七萬六 都不奇怪的 即是總之你說 我confirm了去到兩萬點 或者五十天線要穿回二百五十天線 我才買 你真的定了這些屋子 你就搜這些屋子 你不要被人搓兩下 升多兩天了 是 一萬九千 四了 那你就走 無端端想著兩萬才買 你一衝進去 就專門被人撐這些 是呀 你不要叫 哎呀 虧出了 買鬼了 是呀 真的 沒有錯 所以如果你說 有些必是必賺的 因為你衝進去都未必賺 但是你華盛開戶必賺 哈哈 首先就是你要開戶先 是呀 講那麼多是沒用的 老老實說 華盛我們其實跟上個月的優惠 都是延續著 都還是厲害的 現在來說 這個都是對的 尤其是呢 期貨期權 六十日 免勇 無上限 你狂吹都可以 你現在也是 出差入入 升跌你都可以 狂炒你 你轉升上來交易日 都是二十幾日 都不用三十日 你可能已經賺到銷 當然了 你自己看盡了 但是現在來說 我們還有開戶的一位 就是 你現在開戶還有五百元的現金券 是即送可提演的五百元的現金券 還有一百元的美金的現金交易券 可以炒美股 那其實這個呢 還有港股三十日的免勇 不是 無限免勇 還有三十日的這個 港股Level 1的報價 那麼 期權 美股的這個 就是期權 做美股的一百八十日的一個 免勇的額度 其實都是相當之正 其實這個呢 如果你說期貨這個免勇的話 其實是 很適合大家的trader 一起出去 厲害喔 有沒有流傳的那個 金額 限制要留多久 這樣 可以拿完這些優惠嗎 這次沒有這個流傳要求 直接派錢 開戶就可以 是啦 那OK 當然你可能網上開戶 就要入一萬元做驗證 但是都值得 你炒期貨都要入些錢 但是已經是相當之高的一位 其實你考期貨都好正 你想想 昨天早上已經做了一個回調 就說沒有了 然後飄了上去 今天這麼快上到193 你當然不如見他有阻力 你看到那些分分鐘圖 小時圖 已經立即扔下去 對回去 沽期貨 其實都賺不算 真的 因為波幅都算是 波幅大的 是下午才剩下的 我覺得 你做了波幅之後 誰知道下午11點已經開始想死 真的不想不下 但也有千多億成交 是啊 成交都不錯 假期錢 是啊 所以我想也有些人是 是 上了193 一對回300點來 已經開始買東西等放 我覺得呢 有不少貨 是想著過過假期 是啊 有大件事 一是飄 一是爆上 一是爆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星期三會出CPI 今晚出PPI 然後有騰訊家 你業績 是的 每人觀望 我想星期四的市場 應該不會靜 當然有些 一是很害怕 一是很興奮 我覺得會是這樣 所以你會買定些 來賭大小 放一鋪 我自己覺得 正面上 現在市場很多人都心態 之前你們說的 都是 我之前賺不足那3,000點 好丟春 是啊 我現在一定要 就算動500點 那500點 都會變成1,000點 賺回來的 很多人都開始拉大槓桿 現在 風險在這裏 風險在這裏 每個人拉槓桿 不知道有隻手就刺 但我覺得還未 你還可以有一兩個星期 偷雞 不過現在市場很有趣 因為我自己看 北水流入 總成交的金額 是越來越誇張 四成幾 你已經去到 今天是四成二 昨天是四成六 你想一下 北水多興奮 之前不是說淨流入 他們有買賣 600多億是他們 今天共建 基本上 那場是交給他們 他們呼風喚雨 是啊 武高弄低 所以 你現在 你之前那20% 那個股息稅那些 是 之前第一天聽 又是這個 彭博消息引述人士清 絕對名人士清 但是大家信 大家信完之後 沒有什麼大隊 所以大家 你看到北水 好像都 當是真的 炒 但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follow up 沒有的 這個星期開播到現在 都沒有 很離譜 沒有人澄清 沒有人否認 沒有人確定 那天炒得好像 是的 是啊 但今天都是回一些 但是 內銀 94都是回的 但是 你那天是升這麼多 上來 一回小小 其實大家好像 內地資金 我覺得都好像 信了是這樣的 當然 如果 當然 痴痴那一刻 就可能澄清 我們不會這樣的 但是我想 最終 你說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10% 10% 10% 因為現在收25% 我以為 那些機會率是10% 收10% 因為跟香港看齊 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 你說收20% 好像真的比較貴 我也不太貴 還有 問題就是 跟大師經常說 這是象徵意義大於一切 不論它是多與少 如果它真的做這個動作的減 證明它是鼓勵大家 不想向南下尋求投資機會 不過錢又收少了很多 是啊 是啊 或者它要以量來去取勝 就是我經常都說 那你一個財政的政策 如果你減稅 究竟你的稅收會少了 還是多了呢 就看看市況氣氛 你看看這一波 如果市況 每個人都拿著H股 透過港股通 拿著港股 可能收多了 可能收多了 可能覺得 那可能好過你 那一潭死水 那個躺平不買股票 是不是 它可能是用這一招 來提醒大家 想一下出路 其實你放在國內的銀行 沒什麼好看的 大哥 我正常想減息 你不斷夾著錢 在存款做什麼 其實如果走到這一招 是真的幾正的 真的幾正 如果真的走到 是逼一些錢 出回來 買樓也好 你買股票也好 逼到嗎 現在最新的新增貸款 你未逼到 是啊 社用 社用 是未遇到的 是啊 社用溶了 現在 我覺得它想由個人開始 你社用的那些 可能有很大部分 企業那些 還未敢說 搞大生意 可以的了 大賺錢 多些投資 多些貸款 這裡先走 是啊 由個人先走 我懷疑是這樣 因為國內 那些人又不是真的不用錢 你叫他喝喝吃吃吃喝玩樂 OK 沒問題 買車都OK 但你叫他買家電OK 但你叫他去買樓 買股 不OK 覺得會蝕 每個人在這邊沒有興趣 你要引發他的興趣的話 你當然要做多些甜頭給他們 是啊 這個甜頭也很棒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 其實港股是更加開心的 因為真的 我們這麼多年的差價 其實有機會收集一點 又玩差價 其實是 隱身都是差價 因為 當你借939也好 內地派這麼多 香港也派這麼多 但是那邊貴 貴我們 他們七個多 我們這個五個多 五個多 所以你同一塊錢 你當你七萬元人仔 你在內地買一萬股 也是派這麼多 香港你五萬多已經可以了 又派這麼多顏色 對 所以其實就變成這個機會 就會更加好 感覺上好像拿A股 熟豬 不如拿H股 是啊 所以這邊的差價 越大差價 這邊 三六 招行是差不動的 是啊 因為同價的 都有升 但建行是差價最大的 是啊 所以就爆到這樣 上個星期五 那我覺得 大家記不記得 當然 那個直通車 搞了多久 才澄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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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 其實真的搞了三個月 他才說沒有這回事 因為可能 因為三個月之後 才知道這件事 不是啊 應該是 我覺得那些人太瘋 瘋到他覺得失控 不要搞 真的不要搞 所以就殺停 即直通車急殺停 那這一招 就看大家多麼瘋狂 是 如果太瘋狂 那可能 是不是出來清清說沒有 或者不說話 或者真的沒有 又不同的 因為當年的直通車 是技術上 行政上 是沒有任何準備的 嗯 即是你大陸人 又沒有互聯互通 你大陸人 怎麼開戶口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時候在天津撥海 天津撥海 中銀香港說 開了兩個counter 是啊 那你有千千萬萬個 國內人 14億人 14億人 你不要去 又不是14億人買光 14億人裏面有1億個 1億個股民 1億個股民裏面有1千萬個 有興趣 AX股差界炒A股 炒A股 1千萬個 你兩個counter 是 一個counter 要做五百萬個開戶 哈哈哈 簽名簽到首院 所以根本就未準備好 所有人未準備 大家只有一個暗字 但今次是準備好 你互聯網可以做到 是 但當然你中間有很多 例如你那個kyc 怎樣認那個人是那個人 那些 還有很多技術 要做 但因為已經踏了條橋 你開一個互聯互通戶口 是非常之容易 是啊 以前很多 你一開就搞定 你又發 還有有緩難 互聯互通戶口 如果你在國內人 不是隨時 身無紛紋都被你開的 隨時 我覺得如果你下一步 可能將這個門檻再降低 不用五十多 對 對 其實要 多謝天女 在兩會的時候 是 中國香港一家親 就不應該這樣 互聯互通 直接來 我們是深圳B股 對 對 是境內 是境內 你不可以再有那麼多東西 直接來買 我們直接上A股去買 那些稅哪個 那些股積稅哪個收呢 沒有什麼股積稅 我們當然跟大陸看齊 大陸的稅 我們就是我們的稅 他們用人民幣 我們就用人民幣 我們要14億人用港幣 我們700萬人用你14億人人民幣 那不應該有H股 不應該有 差距一合起來 H股就可以攻城新墜 那我們先解除H股 因為差距實在太離譜了 很多都是低水很多 比A股 這股跌也可以 哈哈 一邊升一邊跌 看看哪邊大 是的 這個故事講了25年了 是的 2000年到現在 但現在都還有人玩 證明這個只是一個傳說 不知道 他一天不說 不澄清說沒有 你不要管 當年的直通車 大家是賺了三個月 我看到很多三百八 真的炒了幾千萬錢出來 真的不少有這樣的朋友 所以大家 但問題就是 你賺不到那三個月 你在那三個月的頂上拿了 你輸足十幾年 說下火 那當然要懂得吃 哈哈 所以既然中港融合 所以吃得吃 我們就要來一個貫徹的融合 啊OK 長遠會的 馬上剪掉你的身份證 撕掉你的港幣 好 你先 舉個身份證出來 我以後只會拿回鄉證 回鄉證 身份證可以不要 很少用 身份證 有多少身份證 但是錢的東西我沒得跟你談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幫你 我家裏的錢錢 都換了給你 沒有啊 身份證是值錢的 投資人民值兩千萬 是啊 是啊 所有身份證不要剪掉 多少人在國內 想來換身份證 你就去剪掉身份證 我人民入境事務主 拿回身份證幾塊錢 哈哈 OK 好了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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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中